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小资俗您想翻身吗 今天透过了零股交易 告诉您三大攻略 轻松理财没烦恼 谁来负责教您 为您邀请到原大证券副理 李佩轩来到现场 佩轩您好 瑞汉姐好 大家好 好 佩轩问一下 小资俗想翻身 谈何容易呢 到底为何透过零股的投资 可以让自己翻身呢 那就像刚刚瑞汉姐提到的 我们很多 其实现在小资俗进入市场来讲 不管是说小资的零股投资交易 或者是说一般观众的 整张整张的交易 其实都会有它的一些交易技巧 那在谈到这些交易的技巧 跟公略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零股的这个交易的一个规则 那当然也有包括了它的一些好处跟风险 好 那相信有收看理财最前线的投资朋友呢 一定都有听到我们在12月2号起呢 盘中零股的交易戳合时间呢 速度会变快了哦 因为目前呢是一分钟之后才会知道说 撮合的一个结果 未来只需要五秒钟哦 所以在这个成交机会的部分呢 也会大大的去做了一个提升 那同样的在年底的12月30号起呢 也开放了零股的一个交割需求的一个出借哦 投资人呢 可以将手上的零股来去做一个出借 那这个是在卷差的一个作业需求时呢 我们出借手上的零股来去获得一些出借的收入 那可以有效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运用的一个效率 也就是把股票借出去然后赚利息钱对不对 对没有错 所以就算是50股100股如果借得出去也是可以借 对没有错 因为现在都是一张张借的 不过零股交易有好处也有风险提醒一下 第一个好处是降低资金门槛 那因为小资主要进入市场 很多的股票可能动辄就要上百万啊 或者是说几十万 其实大家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的 对因为现在呢上千块股价就十几档了耶 对那好处二的话呢 就是可以降低这个交易风险 那刚刚有提到现在的高价股呢 我们是不是只能够投资在这一些 比较高单价的高价位的个股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除了说电子产业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加入传产啊 或者是金融啊 或是ETF相关的一些标的 来帮助我们分散风险 那好处三呢 是可以降低股东的条件门槛 那想领股息啊 或者是参与股东会纪念品的投资人 现在其实不用买进一整张了 领股也可以去做参与 不过这领股呢领纪念品呢 其实也要看公司啦 有些公司呢 还是等一张才领得到纪念品 对就是要依照各家的 发放纪念品的那个 股东会通知书记载为主 好处四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交易次数增加 那刚刚有提到说 目前的一个撮合时间 盘中交易的撮合时间是一分钟 未来会变成五秒钟 速度会变快 在我们买进跟卖出的时候 更能够去贴近市价 在风险的部分呢 也有四个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 那流动性风险呢 就是说 它其实是我们买领股 最主要的一个风险考量 因为不是每一档的成交量 都像我们户果神山一样 这么的大 对所以有可能发生说 未必买得到啊 或者是未必卖得掉 比如说我可能想要买进20股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尽量就要挑选 成交量大的个股来去做投资 对那在风险二的部分呢 是领股跟整股之间的一个价差 偏离的一个部分 那也可以来举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想要买进这个 户果神山好了 对那它可能现在的股价呢 也都已经是900多块了嘛 那领股在盘中交易撮合的时候呢 举例如果今天户果神山是900元 那我可能因为想要买进 我可能出的价格要提高一点点 可能会变成902块903块 所以领股的价格要高一点点才买得到 对因为有可能我想买 但没有人要卖 好的股票嘛 大家会想要去做持有 会吸收 对会吸收 那如果要卖的话呢 卖的话呢 有可能变成说 我可能要降低一点点价格 对可能899啦 或者是898块 这样子去做一个成交 那在第三个呢 是交易手续费 风险三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呢买卖都会有手续费固定是千分之1.425 对那再去乘上各家券商的一个优惠则数 那卖出的话呢 还会有增交税的部分哦 那换算下来 如果说手续费不满20元 他还是会着收一个最低手续费的20块 对自己就说领股交易要注意一下 手续费20块很贵的 对那所以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有优惠活动的券商 其实长期下来可以帮自己节省不少的成本 对 跟他包括一下手续费是双边哦 买卖双边都要收手续费 但证券交易税呢 是千分之三要卖的时候才收 对 最后一个是交易单位 那因为现在投资管道越来越多 那很多年轻人啊 可能都是透过手机来去做下单 那可是要提访的是说要注意咯 因为我们买的是股 而不是脏 我们买的是50股 100股 不是买一张1000股 所以在下单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下20股 结果变下错了 胖手只变成20张 那金额可就下人了 对 所以要double check了 对 OKOK 好来佩轩请上来 了解了领股交易 提醒您哦 到今年年底 撮合时间缩短 变成了5秒钟 很容易撮合的 另外呢 包括了开放领股 你有50股100股 如果借得出去 您可以收出借的利息费 好处风险都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举例做说明 财富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您带出来两心态三攻略 帮助大家领股交易更有配方 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到这个 这一个上面这一个表格 为什么说领股交易越来越好呢 尤其是在年轻族群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30岁以下的领股交易户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占比 来到了27.9%这么多 那也大过于了31到40岁的族群 连甚至41到50岁 跟51到60岁 它的占比都是最多的 也就是呢 10个领股交易 大概就有3个是年轻人 30岁以下 对30岁以下 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长族群 他们的交易习惯都是一张一张的 做进出比较多 以前没有领股 对 而且年轻人都会用手机啊 对 因为下领股很快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领股交易户数的部分呢 看到说呢 在30岁以下 其实当时候109年的一个 9月底之前呢 只有6.6万户 现在成长到了33万户这么多 来到了5倍 对那其实真的非常吓人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要避开 避开这样子的一个流动性风险啊 要找活络的股票 对 乐络的股票 量大的 对量大的 那要怎么样来去获得这些相关的资讯呢 那这边也提供了一个小辈子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提供的网页里面呢 它这边有一个交易资讯 对 那在这个盘后资讯里面呢 每一天都有这个盘中领股的一个交易行情单 大家可以点进去 我们可以琢磨在前20大的一个个股或者是ETF 好那心态攻略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因为领股 它也不是追逐短线 不是每天进进出出 其实半年后一年后回来看 冲来冲去并没有赚的比较多 对 有时候风险还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我们在领股的投资的心态呢 一定要知道说它不是追逐这个短线交易 它是需要中长期或是一个时间 一段时间 一个波段 对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跟操作 对 那第二个心态的部分呢 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建立这个投资基本功 请做功课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 那我们去练习盘感跟专业度 那来提升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别忘记就是每天晚上的八点钟九点钟 一定要收看我们的理财最前线 来一起学习成长 谢谢 好那三个攻略的部分呢 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攻略 是固定投入止进不出 假设呢我们每个月呢 薪水大约是落在三万五跟四万块左右 那存个五千块应该 不为过啦 所以呢我们把这五千块分成两个部分 来去做进行 对那其中的三千块 我们固定把它拿来 就是做定期定额 三千块定期定额 对 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 对因为定期定额的这个扣款日 我们就把它设定在发薪日那一天 薪水一进来 马上就把它拿去扣款这样子 免得花掉 免得花掉 对 那另外的两千块呢 我们就可以自行来投资领股 来去练习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敏锐度啊 跟盘感啊 对对对没有错 对那另外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来加码好标的 就是那两千块 对 去选啦 挑啦判断啦 对那标的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挑各个产业的龙头啦 或是民生消费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ETF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因为ETF相对来讲 它是一篮子股票的概念 那最后一点呢 是适度的一个分批停利 因为我们可能累积领股在一定的时间后呢 也有一些正报酬了 那当然如果市场的行情 还是持续的在多头的状况下 我可以先继续持有没有关系 但如果一旦发现市场比较 波动比较大了 那我可以就是依据经验法则来说呢 大致上我们可以依照 大概如果有15到20%的这样获利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分批停利的动作 就经验值来看 对那先把获利落贷为安 花掉吗 没有喔 我们要重复一跟二的这些步骤 所以停利出场之后 不是让你就花掉 再回到了定期定额 或者是再留个2000块 再继续那个学专业这些 对就可以有效的帮助自己来 市场上提高自己的胜率 医学一块看了镜头 跟观众朋友说一个重点 因为我一直很想问 小资族现在交易领股很康 柔软姐都知道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 要让小资族领股交易 训练好自己的心态跟攻略呢 是一进场就开始 让自己定期定额三攻略 还是说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们在进场之前 就可以开始建立正确的心态了 先去学 对先去学习 然后进场就开始落实 对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执行 OKOK好 评讯非常谢谢您 谢谢柔软姐 帮大家进行归纳 小资族要翻身 看过来 也就是呢 透过领股交易 不要小看自己 好处风险把握好之后 年底 因为呢 缩合时间变短了 变5秒 而且呢 领股 你还可以出借 赚利息费用 当然呢 说到持有领股 交易领股 有些的心态 得先拿捏好 包括了技巧 什么心态呢 领股不是叫你短期短出 一样要赚坡段 中长期的持有 风险都要考量 包括了建立基本功 天下没有白智的午餐 没有说你不用功 不学习 然后钱都提上掉下来 没这种事情 所以一样勤做功课 总之呢 这些工业 只为了帮您累积 更多领股交易的财富了 以上结论 佩萱正确吗 正确 当然感谢您了 说到了今天的领股交易教学 观众朋友 您有领股交易吗 有买卖领股吗 如果您有的话 帮软件留个一咯 会这些交易啊技巧啦 您多大只上都学会了 如果呢 说我还是习惯 买整张帮软件留个二哦 会想知道 现在领股交易市场 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大 评创历史新高呢 学专业 刚刚专家有说 每天锁定理财最前线 八点跟九点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超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件求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